无论腹院也好,养育院也好,它的根本性的东西呢,在顺势穿插过程中舒服,活着,还有力量。 因为力量是通神的。 这一点呢就是说,你的神运往是出力量那边出。 你再怎么讲究形象,再怎么寒杂不乱,它没神运,它就隔着没劲。 我现在就是要来练制。 抖起来,像后皮筋一样,后皮筋。 以笔俱众,它是这样的一种形象。 上面宽一点,下面摘一点,这样的一种形象。 这一个半。 这个不画那个特别,特别胖,特别短的,特别胖,特别短的那个,就好像它不抒情。 这个高,我们选择舞蹈演员,也是身条,渺小的。 太胖了,太胖了以后,它上不了舞台,上舞台的时候,它不美。 这种形象的曲线。 这个修长一点,它就容易出姿态。 这一笔俱众。 这是正能。 两笔暴体。 这两笔暴体的时候,暴的时候不要对称的暴。 你要这样,就感觉到人。 那只是三笔,没有说明三个问题。 你三笔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胖,一瘦,一长,一短。 这个是胖的,瘦的,长的,短的,中的,还有。 这个三笔来讲呢,要出现这种,变成三的这种价值的意义。 两笔,三笔,一笔,两笔,三笔,一笔,两笔,三笔,一笔,两笔。 这是三笔。 而且在有这个形象以后,我们在行笔的时候,像写字一样。 像写字一样。 这个笔,又不能太哆嗦,又不能太空,太光。 像写字一照一样。 这样来说,就是写出来的,有书意。 而且其实,提着头,不敢看人。 这一笔。 有姿态吧? 嗯。 多了几笔哈? 多了几笔哈? 多了几笔。 它又长六笔。 哈哈哈哈。 这纸哈,有点。 给它水吧,它也不发。 太慢了,以后又伤气。 太慢了,以后又伤气。 这个像像舞蹈。 很弹。 很弹。 是很弹。 这个笔是弹跳,是吧? 这个笔。 就是彈跳了。 这是一种节目和韵力。 轻 柱 粗 细 强 落 取 直 这样的 这个点这个 有的时候下字 心字等等 这个东西无所谓 在他们之间联络一下 这样提醒一下 要注意 这个在介贼园里面 讲了很多这样的造型 你们下边去看看 这一个花镜上面 长好多花 长一串 要绘 绘蓝 所以这就算是 但是画这个画绘的时候 来说 也要注意到书密 他们之间有一个纵横关系 那这个 那个是横了以后 这个是纵 这个纵了以后 后边又有一个横 这样来说他们之间有一个团插 这个聚了以后 这是散一散 所以听你是百步 书书蜜蜜 聚聚散散 但这个人现在就说了 不要太强烈了以后 又骚动 但是现在打过这个火候 但是要学会姿态 学会计散 学会这种节奏 是需要 好吧 好 好 谢谢